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文英 欢迎一起参与太极门1219 事件平凡的第14周年系列论坛 生了一个受薪阶级的人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发薪水的那一天 如果发薪水又加上发奖金的话 哇,那一定是非常的高兴 那为什么我今天要提到发奖金这件事情呢? 因为一般民众都有三节的礼金 还有所谓的年终奖金 这些都不稀奇 但是你可知道税务人也有所谓的税务奖励金哦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前科技公司的 退休财务长钱博 他今天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什么是税务奖励金 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税务官员 因为税务奖励金而开出违法的奖税单呢? 接着就让我们来欢迎钱博财务长 太极门冤甲案已经25年 虽然14年前就已经获得刑法的清白 但是税案依旧造成2020年 行政执行组默示太极门弟子 在拍卖前长达三个月的陈勤跟抗争 将修行厂土地排卖 由国税局承受夺走 是什么因素影响行政机构造成这种结果? 那税案它延伸出来的已经领取的税务个人奖金 常常被怀疑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没有任何行政机关的人会诚实地回答我们 因此也引起为太极门伸张正义的法税改革联盟 透过立法委员不断的这么多年来 在咨询财政部有关税务个人奖金的诸多的问题 那在2018年财政部基于某种原因 将财政部核发税务奖益金作业要点 做了很大的很有趣的修改 那合理的推测 长久以来国税局查核不当开立欠税漏税单 受大众诟病 而奖金制度被认为是影响税务员个人行为的关键因素 于旅被民意代表咨询 或许是他持续带来的困扰 促使财政部去修改 真相究竟是如何呢 所谓的真相就是说 到底个人奖金有没有影响税务员 那现在他改了以后 是不是财政部认同了 破釜成舟杜绝的个人奖金 先从修改前的版本 2017年6月1号这个版本 开始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大家看到他总共六页而已 第一页你们看到 他就有讲到团体奖金跟个人奖金是分开的 第二页你们就看到 他的审核办法 你发现说他审核办法 有在财政部本部审核的 有在各局审核的 然后这里就开始 你会注意到他里面分得很细的 哪一些事项是可以发团体奖金 在下一页就是看到说 哪一些事项可以发个人奖利金 最后一页我们也看到他有一个条款 他规定了说 每一个个人每人每年可以领到百分之多少是他的上限 总共他才六页 看起来我们看了以后 他是内部管理作业流程不得不有的一部分 因为你管理那么多的部门不得不制定他 他本来就是为了内部需要而已 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我们的问题从这里看有没有答案呢 也许就在治理行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们其实看了以后整理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作业要点第三条第二款 他讲到当定义个人奖利金的时候 他的符合资格限说到 只包括国税局以及指挥监督职务者 财政部其他的后勤单位 例如说资讯中心已经被排除资格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感觉到他的意涵就是说 因为在逻辑上比较容易辨识 然后归属每个人一个个人的表现 而不会引起争议的 常常都是数字 数字硬碰硬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而地区国税局他的数字 其实就是他的业绩目标 他的税收目标 所以有这种含义在 那我们第二个发现就是在第四条第二款 这个地区的国税局层级的 他的奖金审查跟发放要按计提报 财政部层级的 他的审查发放就不需要按计提报 那我们想就算不是财务领域专业 也很知道 非常多的税务的税收都是已经制度化 他每个月按时规律的流到国库去 例如说我们的薪资 他每个月都给你扣 利息他也每个月给你扣 这是很大宗的两项税务 那企业的盈利事业所得税 个人的综合所的税 我们也知道你要真的爆脚也是每年一次集中五月份爆脚 那这些税务也是基本上也是逃漏风险比较低的 可是量很大 那除了这个以外哪一些国税局层级的税务活动 他平常要占据了近九千名税务员的主要的工作能量 又需要每一季去提报他的成效跟奖励金的受益人 那为什么不能累积到年底以后看看整年度的税收表现 再来提报 当他比较明朗再来提报审查发放呢 为什么要每一季呢 那我们解读的是说 大家知道这个逐季要评审奖励的模式 在一般企业中通常只适用在业务人员功能 企业界他通过计奖金反映了一般企业 必须将全年的预算的营业目标按计核定制定 然后逐季分析达成状况 据以调整他的策略来因应 他那是企业 国税局是独占的 全中华民国这一个国税局 谁要跟你抢生意 所以你干嘛要逐季去报呢 那就是一个我们想不透的地方 第三点 第七条第二款 你们看到了 个人奖励金的具体事迹中名列了这么多 查核逃漏 税收增绩 特殊事迹 那这些事迹 大家都是关联查核 增绩补增的税收数字 然后在最后我们注意到 前项有关金额建筑的规定 由本部审查小组一 税务机关等级分别定定值 那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有另外一个作业要点 这个要点这里没有秀出来 那才是真正的去定义 规范执行算式的部分 那最后一个第四点 我们有注意到 就是第十一条 也是他们开始规定说每人每年最高 不得超过多少核计数的百分之三十 那读这个段落的时候 其实不是很容易了解它的意思 因为它里面讲到什么月平均计算 我们觉得有点拗口 也不太懂它究竟这个核计数 是指的哪个数字 是三项薪资 就是月凤额 专业加级 主管职务加级的全年合计 还是单月合计 如果是全年 这份奖金可以非常丰厚 因为百分之三十是上限 可以你领到百分之三十 如果是单月 那它的基地作用似乎就是微不足道 到底是哪个数字 为什么没有讲得很清楚 外界看不懂 这是我们对于旧版的作业要点 看出的一些资讯 接着大家看 我们刚才不是讲 2018年它修正了 那现在看一下修正以后 报告给各位 只剩三页 六页变成三页 你看到第一个 它这一版 它把奖励金 团体跟个人的分类取消掉了 你看旧的跟新的不见了 就是原来有分两个 现在没有了 第二个 我们看到就是说 它奖金合发的事迹 原来它说什么事迹 哪一类事迹 你可以请领奖金的 它原来有团体事迹十六项 个人事迹二十六项 新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 等一下给你们看 全部不见 个人事迹二十六项 全部取消掉 然后它把团体事迹的十六项 一字不差 搬到新的版本去 也就是说 如果正常的理解说 那以后它可以 清领奖金的合理事迹 符合事迹 就只剩下原来的 属于团体 奖金的十六项 那我们正常人一定这样觉得 那它是什么意思 是说原来个人奖金的具体事迹 不要办了吗 不要再查核桃 不要再争取 巨额税款 还是说 还是要办 但是没有奖金 可是你也注意到 它授权各国税机的条款 例如说前项有关的 建筑金额的规定 按计申报 它通通还留在那里 也就是说 个人奖金好像是没了 可是它的事迹也不见了 那这样到底它是 个人奖金还要不要再发 我们在这里是真的还不确定 另外就是说 如果个人奖金都没有 那些事迹没有 那是不是你编列预算以后 应该要大副将军 因为你不发个人奖金 那这种修正方式 其实我们也是搞不懂 那在我们了解 这个作业要点里面 所隐含那些意思之后 我们又继续去收集一些资料 找到了就是刚才提到的 那个它真正的计算的 那个叫做奖励金标准表 这个奖励金标准表 总共22页 大家看一下 22页 刚才作业要点才6页 现在剩3页 那原来的标准表 那这个标准表 现在有没有在适用 我们也不确定 有22页 它里面对于 旧的团体奖金 个人奖金分得清清楚楚 我们收集到了这个标准表 我们还去看它的预算 希望能够找到 比较清楚坚实的证据 而不是好像旁敲侧击地在那边猜 希望借着比较早到的事实 也帮助到我们的国家 我们收集到有107年109年北区南区的一些预算书 南区的预算书里面 你们看得到它里面的实施成果重点里面 它就讲以上六项作业完成查核5891件 总共查获补增税款及罚款 就是17亿7千多万 该年度它的国税实征的进额是1130亿 底下那个数字 一个是17亿 一个是1130亿 这两个数字的关系 就是这个17亿跟1130亿大概是1.5个percent 然后我们也看到预算表里面 它的人事费用 人事费用部分呢 这里看出来是差不多14亿 快要15亿 14亿多 里面呢 它有细部讲了 它有各种奖金 奖金总金额 包括年终奖金等等 2亿多 然后它的税务奖利金 这里也看到了 1650万 那这个呢 是我们另外在台北国税局 看到的107年度的 它里面谈到 就是说每一个局 付税署还有五个局 他们在107年编的 各自编列的 税务奖利金的金额 总共是1亿3千5百万 这些数字 这些资讯 给我们一个感觉 就是说看起来 税务个人奖利金 跟税收目标 有绝对的连结 为什么 因为你看旧版 108年以前 作业要点里面 所讲的那四个 它的意涵 我刚才提过了 加上长达22页的标准表上 具体将补增 增基等税收罚还 金额据以 核算个人奖金的项目 长达50%以上 那109年刚才看到 中央政府总预算 南区国税局里面 实施成果之中 清楚注明 重点工作 就是查核补增 所以说 如果在这些表格 跟他们的实际的 报告上程的 所谓的表现里面的 绩效来说的话 这些奖金 个人的奖金 跟他的税收 真的是绝对的连结 接着我们当然也有看到 财政部他宣布的 这个税务奖励金 他确实有编列在 每一个区国税局的 分别的预算当中 看起来这也是事实 好 那我们的观察 除了知道 个人的税务奖励金 确实跟税收有相关联 有绝对的相关联以外 我们把这些数字 就是拿他们的预算表 把南区用南区做例子 他查货补增税收 以及罚还这个数字 跟国税实增进额 这个数字 还有税务人事费用 这个数字 南区的 还有税务奖励金 这个数字 把它综合 那我们就一个问题了 查货的补增的钱 占整年度的国税实增进额 百分之1.5% 整个南区国税局的人事费用 跟查货的17亿 差不多一样 那1650万税务奖励金 根本突然快看不见 所以我们就可以问自己 或者是问这些国税局的人说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在乎 非要编列税务奖励金 非编列不可 那留着他对我们的国家 对这个南区国税局的税收 他的影响看得到吗 那么小一个金额 那他查核到了 也不过1.5% 那假如是表示什么 百分之98以上的税收 那些要缴税的 不管是机关行号或者是个人 很规矩的在缴税 你不查他也交 不是吗 那我们这个 如果不查核的话 就是差在1.5% 我们举个例子这样看他 那留着这个奖励金 其实他引出来的 很多有形的无形的代价 他是谁在负担 是谁在坚持 非要他编进去不可 感觉上 应该不是大部分的税务员吧 不会是他们特别喜欢负担这个代价吧 那也就是说坚持一定要这个的 很可能很可能就是财政部跟国税局的真正的有决策权的位置高的这些官员 会不会他们是觉得说我手里要握有唯一的 唯有主控权的金钱奖赏 因为其他的奖金基本都是固定的 名字叫奖金 但是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主管你是不是认为 你有这个东西才能督出目标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呢 但是当然啦 如果这都不是 那很可能这就是我们国家 早就脱离时代 落后国际潮流的一个欠缺人权 一个税制的观念跟精神 它的一个大冰山的一个角落 就是这个税务奖益金 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只是这个奖益金 还有其他更大的问题 回过头来就讲太景人受到的委屈 如果当年这个查税 税务奖益金的存在以及发放 是形成了政府官员 他明明做错了 官员应该赶快认错承担责任 但是他就是不作为的真正的主要原因的话 那这样讲如果没有奖金 当年如果没有 那结局会怎么样呢 那这个奖金的当年的设计跟他订定 到现在非存在不可的这个事实 它就是一个原罪 它就是一个弊法 一个恶法 它应该要马上被取消 它只有百害 没有一例 太景门这个冤案 到现在为止造成了政府的社会的 有形无形的代价 已经没有办法算 这无形代价很容易 你看看政府公信力 它这代价怎么算 代价对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的国际形象 这个代价怎么算 投资停滞 经济停滞 竞争力落后 这个代价怎么算 然后呢 我想今天还跟各位分享 最后一个就是说 那我们知道2018年 作业要点改了 但是从2018年到现在 过去三年 它的标准表 是怎么运作 其实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财务长 钱博精彩的分享 就像财务长所说的那种恶法 已经不合时宜咯 奖金因素 可能会造成政府官员不肯认错 这是否就是太极门 81年度岁案 至今无法平反的真正原因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支影片 你就会更明白 净思理是属于正义 而不是守得 就没有所谓的守得税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已经经过 法院的刑事的 这个包括起诉审判的过程里面 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不要再去绕圈子 去做一些其他不必要的动作 太极门事件是由你启头的 搞了18年还没定案 是什么道理啊 报言 如果你国税几兑 你财政部队 怎么会搞到18年还没定案呢 报言 那如果不对 那你应该赶快了结啊 没有错 这个案子历经时间很长 还有一次啊 为了这个执行啊 你本身还修改公文书 把那个确定执行的日期 把它提早 修改公文书提早 先下手围墙 我看在公文书 我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立刻把它涂掉 再改日期提早 从我看上去执行 世界上有这种 税务人员 有这种税务机关吗 开玩笑嘛 18年了 然后我问说 你这个18年呢 土地呢 这个造成哪一个律师赚多少钱呢 你们怎么答复的 本案律师试送费用 因细数某位律师本人的所得资料 以税件基层法33条规定 本级应付保密责任 我是国会议员 我是立法员 我说你那个单位 这一项支出 一共支了多少钱 你说那是所得者的机密资料 牛头不周围马嘴 本末导致 这样也忽隆我 一般人没办法了解 整个情况 委员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亲自来跟你报告 然后把证据摊给你看 带五个国税机来跟你 用假日 是是 我找当事人 他们的这个实际上 被你冤枉的 受苦的人 没有冤枉 这个一样一样 已经解决了92%了 以前解决的 我还要帮你帮他追溯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 你赶快 赶快该怎么样 赶快怎么样 没有那些在 18年 你就没有 那个在行政法院了 政府对人民 搞18年没有搞定 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 不是能力有问题 就是心态有问题嘛 一定的嘛 在行政法院了 这已经在法院 在诉讼中了 对 是不是说你硬拗 一直受众嘛 投降就不要硬拗了 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国税局投降就好了 国税局投降 怎么叫硬拗呢 你就是没有道理 才会讲这种情绪的话 我什么时候叫你投降 你们可以到监察院的网站去看看 我有七点的纠正 每一个纠正的时候 国税局就说 啊 我们呢 弄错了 我在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跟财政部长讲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的 他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个 那个 奖金我拿了 然后呢 要扣税也是扣你们的 我会和你估计的 好信息 台阶面东西 从近到两个年 我看了 一篇子 关注了 台阶面东西 我看得到 更多罪犯 的 对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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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取证第一段的证明 and then you make an arrest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accuse a human being in a civilized society of raising goblins The mere statement of that would cause individuals and should cause individuals to question the sanity of the prosecutor and in any court of law such an absurd allegation would be thrown out it is not due process for the NTB to issue tax bills and to continue to issue tax bills based on allegations of an indictment that have been thrown out in three separate criminal trials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have the interagency group get together from all of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aiwan to finally address the persecution of Tai Chi Minh and agree on a process for doing that through a survey and then falsify the results of that survey that is not due process for the Taipei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and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to rule in favor and Tai Chi Minh and then do what send it back to the same individuals and authority that issued the tax bill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collected bonuses for those tax bills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be caught on this treadmill of remand by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s back to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back again and it's never-ending treadmill where individuals at the ministry or any other tax officials can reissue the same bills time and time again and causing taxpayers time money and concern for decades I'm hoping that through forums like this and through information that your new president will or the new finance minister will see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end this persecution 太极門司徒蒙受了25年的冤屈 25年让许多人都白了頭有人 已经离开人世没有机会见到平反的那天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对太极門地址 直指点点造成家人关系的分裂我们希望政府可以真正面对过去所犯的错误 用行政程序法117条撤销违法税单乘处违法的官员归还太极门修行御地地若是真正的转型正义 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去年我带着他们上街头宣传法税改革 我衷心地希望台湾的法税环境能够进步 官员们能够秉持着行政良心 不要为奖金而蒙蔽了良心 期待法税真改革良心救台湾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为爱勇敢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别忘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承受了24年的冤屈依然屹立不遥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kadar趋谓 字幕静止 预寻视频 G friend,亮 recognise 気 statFree 真爱 词 Auf 光临 观声 领 观声 观声 阳光 因为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 坚持对的方向 不声隆隆 泪点交加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愿意尽其中一旦花香 用爱 克服恐惧 用幸福 并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 迈开路 不怀疑 我们要坚定心情 一起迎向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迎拖鞋 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地铃波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空低烈的力量 并为爱 愿意尽其中一旦花香 用爱 克服恐惧 用爱 克服恐惧 用幸福 并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 迈开路 我们要坚定心情 一起迎向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迎拖鞋 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地铃波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愿意尽其中一来花香 因为爱 所以我们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立即撤销所有的违法罪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抗争到底的日子 抗争到底 反倒假 反倒假 要平凡 要平凡 反倒假 反倒假 要平凡 要平凡 滑 要平凡 要平凡 一片 最多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